刚才咱们把第二阶段还有第三阶段的HDF5数据员制作好了 那么下面咱们就可以根据数据员来训练咱们这个网络了 咱们之前说第一阶段咱们需要几个网络 咱们是不是说第一阶段咱们是训练全局的 所以说咱们实际上需要这么一个全局的网络 或者说你要做的复杂一些 你也可以做一个鼻子和眼睛 以及还有一个鼻子和嘴的 但是咱们第二阶段还有第三阶段要训练的网络 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了 比如说咱们这个第二阶段 因为咱们在做第二阶段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每一个关键点都要训练一个网络 而且呢咱们每一个关键点是不是取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这个0.16拍定 一种情况下是这个0.18拍定 所以说也就是说五个关键点 每一个关键点咱们要训练两个模型 那么咱们一共第二阶段就要训练这么十个模型 大家可能想训练十个模型 第一个感觉是有点麻烦 第二个感觉就是说 你要训练这十个模型 是不是说你要把这十个模型的Porto TIT都写出来 那么咱们该怎么写这么多Porto TIT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里有很多的Porto TIT 这些都是咱们第一阶段还有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加起来 总共的这个网络配置文件有这么多个 大家从这个量上就可以看到 现在的这个配置文件非常多 那么咱们该怎么样去写这个事呢 就是说这些Porto TIT是我一个一个写出来的吗 其实肯定不是说是我一个一个手工去复制粘贴再改 这样做太麻烦了 那么下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 就是说咱们有些实际情况下可能会遇到要写一个很多个类似 或者说大部分的网络配置粘贴都是相同的 只不过说它们数据源有一些不一样 咱们需要改定很少 但是咱们又要写很多 那么这个情况下咱们怎么办呢 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可以复制一个比如第二阶段 对于眼睛来说和鼻子来说 它唯一一点的区别在哪儿 唯一一点的区别 咱们打开一个看看吧 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说 它唯一的区别就是说是不是说这个数据源不同 咱们的这个眼睛数据源 是不是说要选择咱们做的HDF5DA跟眼睛这个数据相关的 对吧 咱们拍定了取了哪个patch 咱们给它做成哪个数据源 然后咱们在训练网络的时候 比如说要训练眼睛的网络 咱们就找到眼睛这个数据源 对吧 那么咱们来想 其实它也就是这么一个数据源的位置不同 那么咱们简单点的做法 就是说你可以复制粘贴是吧 每一个网络复制一遍 然后到下一个网络里 咱们再来改这个路径的问题 但是大家现在在想这么一个问题 咱们现在只是说有一个数据源不同 当咱们实际的 就是说当咱们实际训练网络的时候 可不可能发现一些其他情况 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batch取64 我觉得取64可能不太科学 我想取128 或者说我想取的小一些 咱们让速度更快一些 我想取个32 或者说想取128 咱们是不是说要对这么20多个 Proso TIT文件 每一个都要这么改 第一个改成128 第二个改成128 第三个到第二十个 改这么20个全改成一样的 但是这是咱们经过一次测试 可能咱们想试试128怎么样 那么128设法了之后 你还想改个什么32 或者说你还想改个学习率 以及你还想改一些其他小细节 比如说所有文件里 有很多东西咱们都需要改 那么改一个 一般来说咱们希望咱们这些网络保持一个相同的状态 就是说咱们让这个网络的配置文件改了 那么是不是其他网络配置文件也要进行相同的改动 那么走吧 一个一个改 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太麻烦了 那么这点给大家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建议 就是说我们看这底下有一些文件夹 我们看他们文件夹的一个命名有什么特别 还是一个在看sign 有一个tign.portal.pt 然后它后面又有一个.template 我们多了一个词叫做template 也就是说大家也可以先写好一些模板文件 咱们随便打开一个来看 我们可以在模板文件里写好咱们这个网络一个整体的架构 比如说对于每一个网络配置文件来说 其实它唯一的不同就是咱们数据员的位置不同 所以说咱们在这里可以不把它写死 把它写成一个活的东西 一会儿咱们可以用代码 对咱们这个网络配置文件进行一个添冲 比如说这块这个64 你想改这个64怎么改 你不在所有文件上当中改 你就改这个模板文件 比如说你把模板文件改成32 那么你之后生成一系列文件 它所有值都是32的 或者说你想在模板文件里加上一个卷积齿化 使得咱们网络更深一些 咱们就在模板文件里 网络配置按这么流程 再加一些你想要的操作 那么生成出来的其他网络模型也是按照你的模板文件 这个结构来的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做 咱们在这里可以写一个python的脚本文件 在这个脚本文件里 咱们就可以对这个模板文件进行一系列的操作了 这个咱们就不太详细去说了 简单说一下 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东西怎么使 就是说首先咱们需要干什么 咱们需要把这个模板文件写好 然后对于模板文件 咱们写好的文件 你想在哪块进行填充值 你给它写成这样一种格式 写成这样一种格式之后 咱们接下来填充 就是在咱们代码里进行填充的 咱们看咱们代码 咱们代码这块会进行一系列的填充 也就是说把你想要填充值 可以写在咱们代码的这个部分 然后咱们代码就会生成一系列的网络模型 在网络模型当中呢 它就会找这些东西 找到相似的 咱们就给它用咱们这个写好的名字 给它替换一下 咱们就生成了一系列的网络配置文件 那么给大家说这个目的 就是说咱们也可以参考这个模式 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那种方式 你不用模板也行 喜欢富士粘贴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最好来说 为了方便咱们一个长期的实验来说 大家最好写成这样一种模板的文件 之后会把这个模板文件 以及咱们这个脚本都发给大家 咱们也可以实际的来去看一下 咱们这个模板 还有咱们这个脚本 是怎么样完成的制作出来 这些Proso TIT这个操作的 那么下面咱们就再来看一看 咱们之前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第一阶段的网络模型 那么其实来说 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 这个网络模型 唯一会有一些的区别在哪 咱们来看 第一阶段咱们是一个全局的 所以说第一阶段 咱们产生的结果是几个关键点 是5乘以2对吧 五个关键点 每个关键点 有一个S坐标 有一个Y坐标 所以说咱们最终 对于第一阶段来说 咱们让它的output是等于10的 但是对于第二阶段 还有第三阶段来说 它的output就是等于2的 因为咱们是对 这么一个小的派指阶段 做一个规规 所以说咱们每一个网络 得出来的只是一个关键点 那么一个关键点 就对应着这样两个值 这个值是唯一不同的一个地方 其他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还是来训练一下看看 要就是说 咱们要训练这个网络文件 你可以在这写一个train.sh 你也可以直接掉这个命令行 你直接掉这个命令行 就是说找到你这个cafee cafee的安装目录下 有一个buildtools 然后里边有一个cafee的可执行文件 咱们掉这个可执行文件 然后给它指定一个参数train 然后指定完参数 咱们指定一个刚刚sower 把咱们sower的位置交给它就好了 那么这点咱们是准备一个 给大家演示一下 左眼睛的一个网络训练吧 就是说这点找的是一个LEE 对于左眼睛取了一个padding 咱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就是说 咱们网络现在运行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test error 还有train error 其实大家训练的时候 对于这么第二阶段 还有第三阶段 这么多个网络来说 大家一定要一个网络 接一个网络训练 就是说可能有同学愿意 透极取巧一些 不能说是透极取巧 愿意找一些窍门 咱们写一个脚本文件 让这些网络就是顺序的去训练 训练完第一个训练第二个 训练完第二个训练完第三个 那么这种情况下 可以说大家是有点过于自信了 为什么说过于自信了 可能大家就认为 既然你一个网络训练没问题 那么其他的网络 既然跟这个网络类似 训练起来肯定也没什么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 可以说就是说在第二阶段 可能你这个眼睛的 左眼睛这个网络训练起来 它非常收敛 但是鼻子训练起来 就不一定那么收敛了 咱们还是需要调节一些东西 比如说调节一些学习率 调节一些byte等等 就是说咱们在实验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网络 一个网络去训练的 训练一个网络 咱们一定要多盯一会儿 盯个三千多次 咱们再阻力开 然后等个十万来次 咱们再回来看一下 它的春Loss和Tesloss究竟会是怎么样 好 那么咱们就说一下 现在的左眼睛这个网络 可以看到就是说 现在Tesloss等于0.00几 咱们的网络已经是完全收敛了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咱们一会儿 大概需要迭代个十万次吧 因为这个速度比较快 所以说对于每一个模型 我都是迭代了这么个十万次 我们可以看 这个猫肉里 就是存着是我之前迭代的一个模型 那么对于每一个关键点来说 在每个阶段最后都是迭代了这么个十万次 如果说大家不想迭代十万次 想就是看一下大致的结果 想就是从一个学习角度上来说 咱们不用找得太准 迭代个一万次 其实和十万次的效果差不太多 如果说大家自己实验 为了考虑一个速度的问题 大家迭代个一万次也就差不多了 不一定非要说像我时的非要迭代个十万次 找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其实一万次十万次差点太多 我们看咱们说这么一会儿话的功夫 它就已经完成五千次了 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 我们看Tex的Loss Tex的Adroid还有TrainAdroid 都是一个比较收敛的状态 那么咱们就不接着往下去看了 其实现在给大家讲的就是说 对于咱们生成的每一个HDF文件 咱们都要生成这样一个网络模型 当咱们把所有的网络模型 也就是说第二阶段还有第三阶段 每一个点是吧 每一个点有两种拍定 对两种拍定都要生成一种网络模型 当咱们把这些所有的网络模型 都生成完之后 也就是说找到了这些的DLKD model之后 咱们就可以来测试这个网络了 测试这个网络就是说 咱们要利用咱们现在训练好的网络模型 来去做咱们一个关键点检测的任务了 咱们最终要把这个点给它画出来 那么一会儿咱们就来写 这个关键点检测的代码 用咱们这个训练好的数据 不是用咱们这个训练好的模型 感谢观看